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叫我老师 我可担不起 你就跟小亮一样 叫我师兄好吧 师兄 谢谢你对我的认可 先别说认可 有个情况 我必须先告诉你 虽然我签了你 但是以你现在的实力吧 恐怕我还无法让你上场 我理解 毕竟我现在还只是个初段 我会先安排你在队里当的陪练 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 不过我还是很期待 你之后给我一些惊喜 师兄 我还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为什么想签我呀 既然你这么问了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确实是小亮推荐了你 他觉得你很有潜力 但是 我觉得你还有一个 更大的作用 就是 让小亮时刻保持紧张和刺激 什么意思 你知道起胞剂吗 就是化学反应里起催化作用的一种物质 而你 就是余量的气候剂 你每次进步 会让它感觉到压力 它就会不断地往前跑 不断地冲刺 然后爆发出巨大能量 这才是我们期待的小亮 不过我觉得这一次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相信你会有自己的判断的 对不住方老师 这合同我不行 世光 世光 真的想好了 不见放学哪里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也许我刚才拒绝的确实太冲动了 可是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我明白你的感受 我是不是做错了 如果以后都没有职业比赛的话 我怎么办 就算是那样 我们也不应该在那里当一个气包剂 难道我就不值得被别人期待吗 还有我 是吗 小光 我永远都期待 你娘在这个新世界里 大放一彩 我永远都期待 大放一彩 我永远都期待 你娘在这个新世界里 大放一彩 我永远都期待 我永远都期待